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4月9日 星期五 大家还记得王立强这个人吗 有的观众朋友可能会说 哪个王立强啊 叫王立强的人多了 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 从澳大利亚突然冒出来了一位 在澳大利亚申请政治庇护的一位中国籍男子 他叫王立强 他站出来呢 搞了一个石破天惊的一个大爆料 他自爆 他说他是中国的 他是中国军队的一个间谍 而且是一个高级的间谍人员 说他的上级是香港的企业家叫向欣夫妇 说他们的任务呢 是到台湾去破坏台湾的大选吧 破坏台湾的大选 那会儿还是台湾大选的时候 反正要去破坏台湾了 然后呢 他是自己不想受到良心的谴责之类的 他并没有去台湾 然后他就跑到了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就捅出这样的一个大爆料 那当时他那个故事呢 从逻辑上就是漏洞百出 首先一点就是 他说他在香港2019年的那个修例风波当中 他也是有任务的 要在那里头要做一些工作 那这个最直接最明显的一个漏洞就是 王立强他并不会广东化 并不会粤语 那你到香港去 你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啊 当时在香港那些暴徒们非常的猖狂 你只要是说普通话的 就是他们打击的目标 你如果说就算是你说广东话 他听起来是广东口音 而不是香港的口音的话 那就是他们打的攻击的一个目标 王立强怎么可能在那种情况下 大陆怎么可能派他去混到香港那里面 在那里面做一些工作呢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呢 他就是说的 去台湾去做一些工作 他说的关于一些细节呢 作为我们普通人 可能有点听不出来 到底是在谍报这种专业方面有什么漏洞 但是当时台湾的一个退休的以前的间谍部门的高官 他就在第一时间就站出来说 特别的可笑 这个王立强呢 他不仅不可能是一个高级间谍 就是他第一级间谍也不可能 因为他这里面呢 漏洞太多了 当时台湾的这位间谍报高官呢 他就召开记者会 召开好几次记者会 就分析王立强的这件事情 他根本就不可能是大陆间谍的这件事情 那王立强这件事情在澳大利亚爆出来以后 澳大利亚反华的那些政客们如获之宝 不断的拿王立强搞事 而澳大利亚方呢 也说会对王立强的这件事情呢 展开调查 那2019年的下半年到现在 这已经是快一年半的时间了 澳大利亚方面 现在就只字不提王立强这三个字 澳大利亚方面都觉得说 这件事情对澳大利亚就是一个莫大的耻辱 因为王立强已经被中国大陆明确的给他指出来了 他就是大陆的一个诈骗犯 一开始的时候澳大利亚方面还不肯承认 说这是中国杜撰的 说中国大陆说的那个王立强不是这个王立强 那后来当中国大陆就公布出来 王立强在中国大陆受审的那个录像的时候 还有录音的时候呢 全世界就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澳大利亚到现在都没有动静 但是台湾方面却真的是得到一个保 那就在2019年11月的时候 就在2019年11月24日 向心夫妇呢 还确实就在台湾 当他们要离境的时候 就被台湾拦下来了 把他们给扣住了 扣住之后 就发现这个向心夫妇呢 他们确确实实是企业家 他们在台湾买了三处的豪宅 一共花费是两亿多新台币 这是两头大肥羊啊 所以台湾方面哪能把他们俩放走啊 然后呢 把他们俩扣下来 就要对他们俩进行这种间谍的调查 那到现在呢 也是快一年半的时间了 500多天的时间了 那他们现在调查有结果吗 他们现在调查有结果 他们现在调查的结果呢 就是没有证据证明向心夫妇是间谍 向心夫妇在台湾活动已经挺长时间了 但是这一年半的时间 台湾方面经过调查 没有找到任何的证据 说这两夫妇是在台湾做间谍工作 但是这两夫妇这么有钱 台湾能够放他们走吗 台湾对他们俩的扣押 按照台湾的法律 只能扣押到2021年的4月13号 那今天是4月9号 就剩了四天的时间了 眼瞅着向心夫妇呢 到时候如果台湾还没有证据对他进行指控的话呢 这向心夫妇就得就可以离开台湾了 那台湾方面现在呢就想出了一个幺蛾子 他们于4月9号就公布 对向心夫妇进行了控告 那既然说没有证据说他们是间谍 怎么还能控告呢 对他们的控告呢 就说他们是洗钱 怎么叫洗钱啊 他们在台湾花了两亿多新台币 买了三处豪宅 他们就说呢 这笔钱是非法所得 在台湾花费 这就叫洗钱 那怎么叫非法所得呢 根据台湾方面说 说这两夫妇呢 在香港是有两家公司 说另外 说是在2011年到2016年这个期间 有一位大陆男子叫徐琴 说这个徐琴呀 在中国大陆成立了一个公司 叫国泰投资控股公司 那在中国呢 吸金吸了人民币400多亿 吸了人民币400多亿 说这个徐琴呢 为了隐匿吸金的犯罪所得 那这400多亿是怎么得的 按照台湾的说法呢 这个在大陆这400多亿呢 是犯罪所得 就是非法所得 是不是所谓的 非法所得的这个事实依据 说这个徐琴呀 在中国大陆 2011年到2016年 非法吸金 400多亿人民币 为了把这个非法所得的黑钱呢 给他洗白 说这个徐琴就找到了向心夫妇 向心夫妇在香港有两间公司 一间是中国创新 一间是中国趋势 然后呢 就由这个徐琴 从大陆划过来 2亿零300万的资金 你想想400多亿 然后呢 就划过来2亿多 转到向心夫妇的这两个公司 成为向心夫妇这两个公司的主要股东 然后借壳上市 那上市之后 然后再把这些钱 转回中国大陆 投资子公司和孙公司 这样呢 就说向心夫妇在台湾所花的 这2亿多新台币的钱呢 就是非法所得 是来自于徐琴 在大陆非法所得 非法所得的钱拿来花就叫洗钱 所以向心夫妇 他们在台湾买房就是洗钱 那现在对向心夫妇 进行了控告 那非法所得洗钱不仅要判你有罪 而且呢 这个标的物 这三栋豪宅都要没收 归台湾的国库所有 现在呢 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里面呢 他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他还说是呢 就这个徐琴呢 通过这样一折腾 就把这个钱呢 就洗白了 拿回大陆去花 那大陆呢 也发觉了2016年的时候 还到香港来找这个向心夫妇来约谈 约谈了没几天 向心夫妇呢 就感觉到这事是有问题 所以才跑到了台湾 带了是2亿300万港元到台湾 去买了这三处房产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这里面可疑的地方呢 就是徐琴不是说在中国大陆 非法吸金400多亿人民币吗 怎么就洗2亿呢 怎么就洗2亿 那其他的398亿怎么办呢 对吧 但很显然 这就是一个漏洞 我认为现在呢 就是台湾方面 黑了心了 就想得到这笔钱 这些钱比他们走私相依 来的容易多了 而且这量也大 对不对 那当然是蔡英文当局会看在眼里了 这到手的大肥肉 怎么能让他飞了呢 所以他们就想出这么一个折来 我认为现在台湾方面 所指出来的这整个的这个 洗钱这事呢 我认为是不可信的 调查了这么长时间 都没有调查出一点蛛丝马迹 说是间谍的 你哪怕是说 他跟谁去开了一个会 然后讨论了 就说了一句话关于政治性的 都可以给他定上一个间谍 对吧 哪怕你接触我一个高官 就可以给你定上 可见他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面 没有找到一点的蛛丝马迹 从这个也证明那个王立强 那些事呢 就完全是子虚乌有 澳大利亚完全是自取其辱了 这件事情呢 因为今天是刚刚出来 我还没有看到大陆方面有什么回应 这就是蔡英文当局呢 现在又搞出一个闹剧了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